李和前夫结婚8年 于2017年签字离婚 上一集李跟大家分享前夫 不附家用乱丢衣服的种种罪行 今天李要认真跟大家分析 离婚的原因和离婚后的心情 也会给大家一点婚姻的建议 背好笔记了吗 Let's go 所以我直接问你 你觉得离婚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关系吗 日本文化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他们很在意你每一个人的那个角色的分配 我今天 对 就是我今天在哪一个地方我就做什么 但他们也绝对不会超过那个界线 不会多做 坚守界线 但是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他觉得那个妻子的那个角色定位 他可能就觉得我完全没有符合到 他会觉得我是有失职的 因为日本人他就是已经规定好你整个角色分担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超出角色分担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导证回来 那你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吗 有 比如说那个刚开始结婚 真的是刚结婚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一直问他 纯粱线炫或是口罩 他说那我们礼拜六拜天要去哪 嗯 然后有一次他就非常生气的跟我说 为什么不要再这样 然后我想说我做了什么 对啊 然后他是说 因为你知道日本人要拒绝人是非常痛苦的 会吗 会啦 会啦 是没错啦 可是我老公都很常拒绝我 你老公很习惯 他就说 所以呢 你如果 礼拜六个拜天要约我出去 你首先要察觉 你我这一周 我前夫这周 到底有没有空 就是我可能要观察 到底是什么鬼啊 我可能要就是 一直观察他 我这个礼拜一直观察他 他好像感觉起来蛮有空喔 那不一定是对的啊 他可能还是没空 我不知道啦 他就是希望 他觉得我应该要做的就是 不要他拒绝 实在太扯了 你又不是通灵 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空啊 对啊 所以事实上 我后来的阴影措施就是 我就再不问他了 他的那个最直觉反正就是 我怎么可以让他这么难堪就对了 明明就你比较难堪吧 你觉得他 然后被拒绝还要被骂 那除了他希望你通灵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 我自己是做编辑的嘛 然后编辑的人其实说真的 就是真的蛮晚回家的 就是夜店倒 对 然后我前夫就有一天 又很生气的跟我说 所以他一直都很暴怒 对 他蛮容易暴怒 他又很生气的跟我说 我可不可以以后不要 十一 十点到一点的那段时间回去 好局限 对 因为 那是什么他说 因为他 九点半上班 然后 所以他 八点起来 八点起来 八点起来也没有很早啊 对不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 十二点前要睡 然后 但他十二点要睡 他就十一点前 可能要上床 然后他十点前 就要开始培养那个睡眠器 好想跟他讲说 谁管你啊 所以 他觉得 我要嘛呢 就是很晚回来 那他就不管 那很早 他就希望我如果真的要在正常电视时间回来 他就十点前回来 就十点前回来 这样子 他好烦喔 你要说那你真的 那你真的有这样子 对啊 那你真的有这样吗 我后来我觉得我也是赌气 我其实可以跟他说 我明明就可以不用 我明明就不需要这么做 但是我那时候也是有点赌气的 我想说既然都这么说 那我就真的这么做 所以我那时候是 反正我就是会觉得我 我如果今天回不太去 我可能就干脆就是 直接加班到深夜 然后再坐电车回家 对 然后真的蛮心酸的 因为你回家之后 就是我可能还不能按那个 什么要 要让那个 要让 泡澡 他有一个自动泡澡按钮 因为那个按钮有声音 他会醒来 所以我可能就直接用 因为我自己是很想泡澡 所以我可能就直接用 粘活桶冲紧 然后在浴缸里面 然后这样子他的水就会满起来 哇塞 好可难喔 对啊 然后 而且他到底在干嘛呀 就是 我怎么知道啊 他就是说 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不知道 就是他有做这么大的事情 是没有人可以吵到他吗 他这样持续多久 两个礼拜或是十天 然后 而且后来当然是他就来出什么 哎呀你现在知道了吧 什么的 知道什么 他就一直说你知道错了吧 什么的 那那就是以后要注意哦 这样 那之后就是偶尔有一次没有关系 然后还有一天就是来一个 上演一个感动戏嘛 的感觉 然后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已经 哎 我跟你讲人喔 就是心思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就是 你本来满腔 可能有一些热情 但是慢慢的全部淡掉 就是在一些这种 浇冷水的情况 然后我真的 我现在还是那种 反正就心里就凉凉的 想说到底是 怎么回事 他就用一种大赦的姿态来 对 对对对对对 花了这么多精力走出来 你有觉得离婚真的很难吗 我是有遇过那种比较不熟的 我说 因为我去年年婚 然后可能就马上露出一个 同情的神色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虽然没差 反正他 因为他可能 他搞不好结婚很开心或什么 或是比较传统观念的人 那我是觉得也没差 反正是我的人生吗 然后 我觉得大家都把离婚这件事情 看得太严重 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很烦恼 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要烦恼 你想离婚就是真的你想离婚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烦恼过 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 但我想要我离婚的时候 我就是要离婚了 那 我觉得 离过婚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真的没有大不了 可是你还是撑了八年欸 觉得为什么会撑八年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 异乡 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 是学生 然后我是学生 是他的妈 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好像 他教我很多事情 不是有说就是 我找工作也是他帮我妈 然后以前 我们两个人 比如说一起去拍 就是一起坐电车 他还会跟我说 乖 就是他会觉得我没有拍好 他是一种 老师的姿态 对不对 他是一个老师的姿态 我是一个学生的姿态 所以我大部分也都会听他的 因为毕竟 在地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 对他来说也是开心 但是后来 慢慢的比较熟悉 这一块土地 跟这一块文化之后 我就可以不用每件事情都问他 然后我自己也有 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自己的做法之后 那我就会慢慢变成 比较像在台湾的自己 然后就会慢慢的 就是跟原本他喜欢的我的那些特点 就不见啦 因为我真的不太需要他的嘛 对不对 我以离婚之后也很好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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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惊讶了 就开始台湾鬼 离婚以后 其实还蛮欣赏的 对 因为我 我后来就变得很比较瘦 然后我觉得可能心情开朗 所以我其实去把 向游新生 离婚的那段时间 冒出一段时间 男生啊 就是要帮我 陪我谈心啊 帮我做很多事啊 然后走在路上 被搭讪 所以真的是 开心之后 就会有那个 我已经三十几岁了 还被搭讪 好奇怪 好像哦 所以那种摇下车窗 或者是围随你那种 然后他还拿身份证给我看 说我不是一个奇怪的人 好怪哦 这不是更怪吗 对反正就是有遇到一些 蛮多言语的 所以 再加上我那个 我现在来我就是五缝皆鬼了嘛 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情感方面的就是孤单 我是没有经历到 那最后我们请你给台日夫妇一些建议吧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千语 你这么的烂 对你一直这么的烂 就是不要失败的建议 我以前曾经 我一个朋友问我前夫说你们 因为他也是 他是跟香港人结婚 然后他就说你们就是国际结婚 你不会遇到一些文化摩擦吗 然后我前夫就说那你要focus在你们两个相同的地方 然后我当时听他说 他说的都做不到 对 而且我就觉得他 反过来说他就很在意我们不同的地方 可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 因为我们已经在那边这么久了 我们很自然的就跟他们不一样 我就不太会觉得说 他们怎么跟我们不一样 反正都不一样啦 不一样就是一个前提 所以我其实是觉得就是 就不要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你不要管了这些 你都不要管了 真的 你不要管什么一样 或什么不一样 他为什么会这样都不要管了 放手 就是不要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就是 那个给两个人都比较多空间 另外我想到一个就是之前啊 就是Ethan说了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 他就说其实也有人问过他说 你们台日夫妇有时候特别生气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有时候会有 就觉得他 就是这样 就是气痒痒 但是后来他遇到一个先輩 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因为人家是亚洲人 就觉得你们好像一样 真的 你就觉得他是摩根费里曼 你就会觉得 你可以接受他这样做 你明明就不是摩根费里曼啊 他就说所以之后 有时候他如果觉得有点生气的时候 他就想说 啊算了啦 反正阿绵讲是 摩根费里曼 我一定要Key我跟费里曼 所以 这也是一个好心态 对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一直想一下怎么样 那 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比较 呃 比较怪的人 嗯 所以后来就 他好像也不会觉得我怎样 他就会说 哎呀反正你就是个 好所以你是我跟费里曼 我是疯子 对啊 所以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 对 所以就是要放 要放任何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有一些 受不了一些小毛病的话 那就跟我们讲 我们也会尽量改善 对啊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 其实不是对错 就是在你的文化里 你觉得是这么做 可是在我们文化里 你觉得这么做 这种事情老实说也 也计较不完啦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 放过别人 放过自己 不然以为我会哭的 但我觉得我的哭是太荒 太荒谬了 好那 对记得要订阅 对啊 都这么舍身 对啊 我好害怕前夫来追杀 好 拜拜 拜拜